加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為了好家庭照顧者 所改壓力放送信心 日前特別到台北富邦銀行 工業主宣基金會合作 剩下二十多名的家庭照顧者 到百問車站 打坐消費車到阿里山本季欧路由 希望可以減少萬里照顧的壓力 平常時都要照顧 老是要家庭照顧者 真反正有機會可以多出路由 大家早就在百問車站 卻卻協商做紀念 準備要來載消費車到本季欧 享受松南路有的樂趣 加季市長運賓区 互邦銀行工業主宣基金會 總幹事宅小畢 都親自到現場 家庭照顧者做消費車 為他們來教育打氣 永遠記得那一年 第一年我們就在 那一所王子飯店 當時白秀雄董事長 來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結下了不解資源 十年了 十年了 這個基金會 互邦慈善基金會 共同付出一百多萬 我想不只是在資源 他的用心跟努力 是讓我們感動 所以也開啟了 又再開啟了 今年度的家庭照顧者喘息之旅 而我們今年會有七個場次 那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開始就是讓這麼熱的天氣 讓照顧者他們可以到山上比較涼快的地方坐著小火車 坐著嘉義特有的森林小火車 今天市政府和富邦基金會合作基盤 三十八都已經進入八十年 參與人數到達一千八十四人 今年六歲又有炒灰 有養舞蹈和彈力求穩度地點 七年會早下課程 希望讓家庭照顧 這裡可以放上心心 大家保守交流 大家 那我們覺得呢 家庭照顧者對我們整個的社會 對他的家庭的貢獻都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能夠跟 嘉義市政府合作了 到現在十年了 我們非常感謝嘉義市政府 因為每次嘉義市政府都讓我們感覺到 辦活動的這個熱情和活力 從這個整個的課程的開展出來 就可以看到這些的用心還有用力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嘉義市政府 謝謝 今天市場在當時庫省的新家庭照顧者 支持核東心 正由整個民間透過心理協定 所按摩當支持團體的方釋 提供家序 這個可以效率 反應比支持 比動力 會跟柔軟 江義市等級照顧管理中心 豐遊家庭照顧者 有上官訴求 都可以和江義市等照顧中心 一求六六來聯絡 照顧管理總管 會趕緊來提供後尚的服務 世心新聞 中申孫王秀山 江義市彩虹波德 我們後面的這塊熱鈴運動場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很多老玩家覺得他們悶在家裡 做復健或是做一些運動 做家庭總是要嬉笑這樣 結果到外面來 他覺得心情打好了 那我大概照顧了四個月 我都覺得我快要得憂鬱症了 他慢慢的習慣這裡的作息 我就開始慢慢放 他就是大概從半天 到現在他已經可以一整天 下午接他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他進步其實很快 尤其是心理方面的 後遺最大的人應該是我自己啦 他可以這樣子 每天這樣子很規律的生活 然後免疫系統可以提升 那對我們家人來講 其實真的減輕很多 不管是精神上或金錢上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們目前的長照 其實是希望增加健康的年數 然後我們減少在失能被照顧的年數 我們嘉義市一向是 全台灣長照的領頭羊 我們也是長照的發源地 所有的服務除了中央的服務之外 我們把它的品質做得更好 同時我們把它的服務項目也增加 我們希望我們嘉義市 提供給民眾的長照服務 是高品質的 是有品質的 掛在臉上的笑容 還有他們的身體健康 這只是我們幸福的定義 都很幸福啊 很充實啊 很充實啊 都沒有時間在那邊憂鬱了 就覺得很幸福 是要我生哦 哈哈 全靈共享 世代宜居 嘉義City 嘉義市